我研究的题目是 手机模拟策略类游戏UI比较分析 通过游戏部落冲突 海岛骑兵 万国觉醒 这三款游戏进行比较分析 著名的游戏开发者 Bearwalk说过这样一句话 界面加产品要素等于游戏 可以看出界面在游戏设计中的重要性 那么什么是界面设计呢 70年代初 时乐开发出第一台个人电脑Alt之后 人类便开启了信息时代的大门 与此同时 第一个图形用户界面诞生 界面设计开始萌芽 后来Mac的问世正式将UI带入了人们的视野 并由此引发设计界的一股潮流 可以说 UI被时乐发明 历经发展 最终被微软和苹果发扬光大 UI 即User Interface的简称 泛指用户的操作界面 它既包含了用户界面的视觉表现 又涵盖了软件的人际交互 与操作逻辑 好的UI设计 不仅能让软件更美观 还可以大大增加操作的舒适性 就在2010年 苹果手机不仅将肾炒出了热度 也将UI设计推向了风口浪尖 UI界面设计 可以分为 U1用户体验 iXD交互设计 GUI用户图形界面 在我的分析中 主要对三款游戏的GUI 及用户的图形界面 进行比较分析 游戏UI设计的关键要素有五点 图标 色彩 按钮 文字 和背景 在我的游戏分析中 大概会包含对游戏以上五点的分析 我选择的是 模拟经营类游戏的GUI比较分析 模拟经营类游戏 是一个很庞大的概念 它其中包括 模拟经营 飞行模拟 驾驶模拟 战骑 回合制游戏 回合制的RPG 回合制的策略 即时策略 都属于模拟经营类的游戏 模拟经营游戏是电子游戏类型的一种 由玩家扮演管理者的角色 对游戏中虚拟的现实世界进行经营管理 我是选择其中的策略类游戏 来进行比较分析 策略游戏属于模拟经营游戏 策略游戏的题材 都是在一种战争状态下 玩家扮演一位统治者 来管理国家 击败敌人 策略游戏是一种 以取得各种形式胜利为主题的游戏 我会对以下三款策略类游戏的UI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部落冲突 游戏的英文简称是COC 是由荷兰游戏公司SuperCIOI开发的一款塔房类的策略手游 于2015年9月24日正式攻测 游戏讲述了各部落为了争夺资源的土地 进行了无数次的战斗的故事 玩家可以为自己的村庄建造训练营兵营 城墙等建筑物 来壮大自己的军队实力 保护好自己的村庄 同时可以侵略其他部落 掠夺更多的资源 使自己的军队变得更强 第二款游戏海岛骑兵 也是由芬兰的SuperCIOI公司开发的一款战斗策略类游戏 在游戏中 玩家的部队需要探索未知的岛屿 攻打由黑暗守卫控制的数百个岛屿基地 探索神像的力量 第三款游戏万国觉醒 是由上海莉莉斯公司开发的一款战斗策略类手游 该座于2020年9月23日正式攻测 在游戏中玩家可以选择十一种文明 需要建造和升级自身的城市 生产资源 研发科技 制造部队 让自身的战斗力变得更强大 玩家可以对敌人发动单对单的攻击和自愿争夺 或者集结联盟的力量 对敌人发动集结进攻 我会从这三款游戏的载入界面 功能界面 商店界面 联赛等级界面 成就界面 设置界面 来对三款游戏的UI进行比较分析 这三款游戏的应用程序图标 都使用了游戏中代表性角色的头像照片 使玩家可以通过游戏图标 更快更准确地找到游戏 三款游戏的载入画面相似 都是以游戏主题为主的海报画面 加上游戏名称和载入进度条 背景海报会根据节日进行更新 三款游戏同属于模拟策略类游戏 所以从主界面上看 游戏的整体布局大致相同 屏幕的上方布置功能主菜单和资源数量显示 左右为功能按键 中间区域为自己的城邦部落 游戏的基本操作都是点按加拖动 海盗骑兵的功能界面UI简单略显粗造 突出了游戏的画面 减少视觉干扰 浮层界面最多只有两层 简单清晰 避免用户迷失在繁琐的操作中 少量和简单的引导 既让用户感受到游戏的世界观 又没有让玩家厌烦 游戏万国觉醒相对于其他两款游戏 画面上有更多的按键 游戏会有很多的引导 你只需要点击游戏给出的提示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游戏会致敬每日的任务 做完任务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励 游戏功能界面中 尺寸统一的气泡 帮助理解的小图标 标识不同重要程度的底色 以及克制的表现手法 整个界面看起来和部落冲突一样舒服 部落冲突的商店界面设计 看起来更加简洁 金额对应金币 没有多余的文字 就是重载充值 基本整个都是充值画面与余额 居中设计 金币的图标和游戏中的金币图标相同 使整个游戏风格更加统一 海盗骑兵的商店界面 除了编栏的信息显示 下面就有两个重点 钻石充值和支持内容创作者 万国觉醒的商店界面 整个大版面都是充值 将优惠以大文字和图标的形式 显示在行目的位置 用来吸引玩家消费 部落冲突的连赛等级界面更形象一些 每个等级都有其相对应的图标 并显示你所在的等级位置 海盗骑兵的连赛等级界面 设立三个排行榜 分别是全服排行榜 本地排行榜和好友排行榜 可以一目了然 看到自己在三个排行榜中的位置 万国觉醒是以玩家所在的城邦部落进行派名 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独有的徽章 可以很好地区分部落 部落冲突一共有66个总成就 每个成就还会按完成度分为好几集 这有效地刺激了玩家 为了完成成就而投入更多的精力 同时对于非人民币玩家而言 成就系统是正宝石的重要来源 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也对于玩家的热情与参与度 是一个很好的刺激 部落冲突和海盗骑兵的成就系统的奖励机制 基本一致 区别在于UI的表现形式上 海盗骑兵的这种设计 会在视觉上让玩家更有成就感 游戏万国觉醒 给不同的成就设定相应的图标 通过点击可以看到相应的任务 和获得成就的方法 使玩家可以更明确自己的目标 和下一步要做什么 部落冲突和海盗骑兵的设置页面 有统一的图标形状 以部分图形加文字的形式 通过不同的颜色和文字 区分设置的内容 设置页面整体简洁 明了 一目了然 万国觉醒的设置界面 针对不同的设置选项 制定相应的图标 但设计页面的风格和颜色 与游戏整体基本不大 更像是从别的游戏中 复制过来的图标 部落冲突的常规功能操作 是极度简化的精华版本 全程只有三个动作 点击 长按和拖动 这是极度符合 智能手机操作方式的设计 大大降低游戏的认知门槛 甚至不需要引导 就可以轻松地进行游戏的操作 同时 利用多点触控的属性 可以以多样的方式下兵 而这在战斗时对最终结果会产生直接影响 从这点上来说 部落冲突是一款足够成功的手用 部落冲突的游戏Ur设计 在两个层面上对玩家进行了非常友好的引导 因为其采用了高效的图形化表现方式 不论是部落冲突的Ur还是反馈 都更多使用图形和特效 而不是文字 降低理解成本 玩家很容易获得反馈和认知 而在操作层级上 部落冲突的所有功能层级都不会超过三层 说明信息不会超过四层 也就是最多玩家点击三次 就能获取到所有该功能的信息 海盗骑兵游戏的浮层化设计 一共只有三个界面 我的基地 敌方基地 地图 玩家多有的操作 都在这三个界面中通过浮层进行 最小化了玩家的脱离感和终端感 使游戏过程更加流畅 玩家的游戏沉浸感更强 粗糙化简单化的UI 突出游戏画面 减少视觉干扰 浮层界面最多只有两层 简单清晰 避免用户迷失在繁琐的操作中 所有的交互组件高度统一 减少陌生感 玩家尽可能不用思考 才能沉浸在游戏中 少量和简单的引导 即让用户感受到了游戏的世界观 有没有让玩家厌烦 游戏万国觉醒的画风和设定 有浓浓的实际帝国感 游戏的战斗观赏性很强 美术效果极佳 游戏看起来很舒适 战斗内容丰富 以游戏的操作整体来说简单 主要是战斗的操作控制 相对来说较为复杂 点击目标 然后选择配置部队 进行进攻 战斗中可以随时调动部队 战斗的灵活性相当高 但手指在小屏幕上拖动 来指挥部队 操作起来很费劲 会有点击失误的可能 手机屏幕太小 游戏内容过多 文字图标太小 容易产生眼疲劳 游戏万国觉醒的浮层界面 相对来说较多 图标按钮也多 有时候会不记得某个功能 在什么位置 还需要一个个的翻找 我的发表结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